会洋2022年合并营收为249.1亿元 年增29.96% 营业利益为114.7亿元 年增38.91% 税后净利105.7亿元 年增28.19% 美股税后盈余14.16元 连续两年赚于一个股本 获利续创历史新高 2022年换约涨幅下修至21.4% 主要受到下半年起通膨、升息 以及二污战争拖延 大陆防疫政策反复等外在因素影响 导致全球性经济趋缓 预期今年外在不利因素影响 仍将会有所延续 然即便去年度换约机期已高 会洋预期今年固定租约 仍有5.88%的换约涨幅 船队布局方面 会洋2022年如期交付各三艘 Handy及PanapX 今明两年则分别新增7级4艘新船 均为最新型环保节能船 集船旗下总计140艘船舶 平均船零约7年 会洋董事会通过新船采购案 预计已不高于3300万美元 向明春造船长增购高规格 散装货轮两艘 预计分别于2025、2026年陆续交船 且在两大环保新船上路后 散装仍将有一定的运力供给缺口 公司今年将积极处分 营运成本较高的老旧船舶 强化船队营运效率 就它被逐渐忘了 责非 这两大环保新船 所有县